大家好 春季是给兰花 换盆最好的时间 我们一定要抓住花败之后 马上把花梗修剪 修剪完成 及时的给它翻盆 等它新芽还没有萌发的时候 就像我这盆 把花梗 修剪之后 马上给它翻盆 我这盆兰花根系已经长满了整个 盆土 这种情况下 它冒芽的激励是非常低的 因为根系盆根挫折 炉头非常多 炉头与炉头之间 贴得非常紧 新芽很难萌发出来 换盆之前 我们提前给它控水 让盆土干 然后 拍打盆壁 慢慢地拉出来 大家看到了 这个土壤是非常疏松透气的 用 枫朱皮 结一些硬质料 火山石 枫朱皮 养分多 还有丰富的腐质 还有机制 开春了 这个兰花 也蒙发了不少的 水晶头 就是没有冒芽 春天给它分株 有利于它后期 长更多的新芽 如果在秋季换盆的话 很容易导致它花芽受损 因为 秋季是 兰花的 花芽运来期 现在 把这个资料轻轻地 拍打出来 我检查了 好久都没有看到新芽 所以 要急需地给它翻盆 分株 有利于它后期 长更多的新芽 我这盆兰花 长得这么茂盛 在平时的养护 经常给它用蓝金王 因为很多花友都知道 兰花 很容易生病 经常给它 用一些杀菌药 杀完菌之后 我们最好是用这种蓝金王 给它补菌 出根 同时也可以出芽 根性是长得非常好的 接下来我就是 检查一下从哪里下手 给它进行 分株 由于时间的关系 简单的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等下个视频 给大家分享 分株 然后 处理伤口 选择资料 上盆 好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